红烧牛腩怎样做才好吃 我认为今天这个视频的做法非常的完美啊 原汁原味真的非常的好吃 按这个方法做出来的红烧牛腩不腥不柴 在年夜饭的餐桌上一定是一道独特的硬菜 首先来介绍食材 我们一定要选购这种带一点雪花的新鲜牛腩 这种看上去颜色比较鲜红 摸起来没有水分表面比较干爽 闻起来没有异味的牛腩是上等的牛腩啊 这一步我们把牛腩进行改刀 给它切成这种比较大的块状 大约成麻酱的大小差不多就可以了 切好放碗中备用 这一步把牛腩给它冷水下锅进行焯水 加入适量料酒起到很好的去腥去异味的作用 大家给牛腩肉进行焯水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冷水下锅啊 冷水下锅才能更好的逼出里面的雪末和杂质 焯水烧开煮五分钟 然后到处给它进行深度的冲洗 把表面的浮沫给它清洗干净 搞几颗青蒜清洗干净以后呢 把这个根部拍扁一下 然后切成这种比较均匀的寸段 青蒜在出锅的时候撒进去 起到很好的解腻作用 再来点红辣椒搭配颜色 还准备适量生姜葱 一个八角 一片香叶 一个白纸 一个豆蔻 重新起火热锅 锅油以后加入一点点植物油 晃动锅子让油给它润满锅壁 紧接着往里面加入半勺白糖 大约30克 用中小火给它不停的煸炒 这一步我们先来炒一个简单的糖色 用糖色做出来的红烧牛腩 它的颜色非常的红亮 口味纯正 当糖浆完全融化 然后呢 到达这种杏黄色 在到达这种标准找红色的时候呢 我们下入牛腩 然后马上给它进行煸炒 让牛腩均匀的裹满糖色 每天都给您带来最详细的做菜教程 如果你的年夜饭不知道做什么 吃什么 可以关注一下 到我的主页里面找灵感 下入准备好的生姜葱和简单的香料 继续给它进行煸炒 激发出香味 然后加入半瓶 昨天小姨子喝剩下的啤酒 紧接着往里面加入能没过表面的长江水 加入适量胡椒粉 起到增香去腥的作用 往里面加入一点点盐 增加底味 再来一点生抽 提味增鲜 再来一点点蚝油 同样是提味增鲜 增加浓郁度 再来一点点老抽酱油 给它辅助上色 能吃辣的往里面加入一点点干辣椒 烧开以后转中小火炖煮 50分钟 炖煮50分钟以后牛肉已经完全的软烂入味 然后呢挑去里面的生姜和葱和干辣椒香料 当然不建议的也可以忽略这一步啊 紧接着往里面加入一点点鸡精蒸鲜 最后转入一个黑色的砂锅里面 用黑色砂锅成菜起到很好的保温作用 把准备好的青蒜和红辣椒倒入锅中 烧开能再次唤醒它的香味 也能起到很好的保温作用 那么这样一道红烧牛腩的家常做法 到这边全部制作完成 软烂入味 不心不才 年夜饭的时候呢 给家人露上一手 个个夸你是大厨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最后祝所有朋友们新年快乐